牛肉是全世界人都爱吃的食品,中国人消费的肉类食品之一,仅次于猪肉,牛肉蛋白质含量高,而脂肪含量低,所以味道鲜美,受人喜爱,享有肉中胶子的美称。 牛分黄牛,水牛,牦牛,乳牛四种,其中以黄牛肉味最佳,并以其煎牛肉质量最好。 要选购一块好牛肉,首先得了解牛肉的部位,及其适合哪种做法,正所谓知己知彼,方能游刃有余。 不同部位的牛肉,因为肉质的独特性,一般会有其比较合适的烹饪方法。 上脑,位于背部近颈处,肉质较嫩,适宜烤和炒。 牛排,位于背部,相当于猪的龙骨,适合烤和闷。 烹饪时可带骨或去骨。 烹饪时可带骨的龙骨,适宜烤和闷骨,适宜烤和闷骨。 立即,肉质细嫩,经冷藏一两日再食用更嫩。 腐类,相当于猪的五花肉。 前胸,肉质比较老,是一顿的做法或剁碎制线。 腱子,牛腿部,通常用于酱烧扩炖。 炒菜用的牛肉,柳,炒,榨仪选用瘦肉,嫩肉,如鲤鸡,外脊,上脑,三叉,滋钙,狼头等肉。 那如何才能挑选到一块好的牛肉呢? 观察颜色。 正常新鲜的牛肉肌肉呈暗红色,均匀,有光泽,外表微干摸手感。 新鲜的牛肉负有弹性,纸压后凹陷可立即恢复,新切面积纤维细密。 闻气味。 新鲜肉具有鲜肉味儿。 如何识别注水牛肉? 牛肉注水后,肉纤维更显粗糙,暴露纤维明显,因为注水,使牛肉有鲜嫩感。 但仔细观察肉面,常有水分渗出,用手摸肉,不粘手,湿感重,用干纸巾在牛肉表面,纸很快即被湿透。 牛肉的食用功效。 增长肌肉。 它对增长肌肉,增强力量特别有效。 在进行训练的头几秒钟里,鸡胺酸是肌肉燃料之源,它可以有效补充三磷酸腺肝,从而使训练能坚持得更久。 其中肉毒简主要用于支持脂肌脂肪的新陈代谢,产生脂炼氨基酸,是对健美运动员增长肌肉起重要作用的一种氨基酸。 增加免疫力,可帮你增强免疫力,促进蛋白质的新陈代谢和合成,从而有助于紧张训练后身体的恢复。 促进康复,能提高机体抗病能力,对生长发育及手术后,病后调养的人在补充失血,修复组织等方面物别适宜。 补铁,铁是造血所必须的元素,而牛肉中富含大量的铁,多食用牛肉有助于缺铁性贫血的治疗。 那些人不宜吃牛肉,感染性疾病,肝病,肾病的人肾食,黄牛肉未发物,患窗戒湿疹,豆沙,扫养者慎用。 高档固醇,高脂肪,老年人,儿童,消化利弱的人不宜多吃。 牛肉不宜与板栗同时,同时会引起呕吐。 哪些人适宜吃牛肉,适宜于生长发育,术后,病后调养的人,中气下瘾,气短体虚,筋骨酸软,贫血酒病及面黄木炫之人食用。 牛肉和哪些菜搭配更好? 牛肉加水芹菜可营养瘦身,牛肉加香芋养血补血,增加食欲。 牛肉加甘蔗,可以气血双补,健脾开胃。 牛肉加菜花,帮助吸收维生素B12。 牛肉加土豆,保护胃黏膜。 酱牛肉怎么做? 牛肉切大块,清洗干净,入凉水锅中大火煮开后,撇去浮沫,皮,八角,沙仁,姜,白蔻准备好。 也可以根据口味加入其他调料,调料均匀分布在肉锅中,盖上锅盖。 小火慢炖一小时,黄酱舀入碗中,加适量的清水卸开,待用。 牛肉煮了一小时,可以用筛网将黄酱汤过滤倒锅中。 再倒入适量的红烧酱油,喜欢颜色深的,可以多倒点,洗颜色浅的,可以少倒点。 再撒入少许的盐,量随自己的口味来定,个人建议可以多撒点,炖肉要为重点才好吃。 继续盖上锅盖,小火焖炖,直到用筷子能轻松穿过肉块,就可以出锅了。 牛肉可以泡在汤中泡两个小时或者更长一点而,能吸收一部分汤汁中的味道。 量后分带保存,入冰箱冷藏后食用。 取适量牛肉切薄片,不要顺着肉丝切。 要不然易赛芽,葱末,姜末,青蒜末准备好。 入碗中,再倒入生抽,香醋,调好。 可以直接食用。 粉蒸牛肉怎么做? 先做手工米粉。 炒锅空锅烧热,调成小火,将大米,八角,桂皮,陈皮,花椒粒,干辣椒段下锅煸炒。 我用描表记了时间,小火足足煸炒五分钟,炒至米粒成焦黄色关火。 炒好的大米冷却后,丢掉其中的香料,将大米放入料理机,加少许盐和黑胡椒碎一起打成颗粒状米粉。 接着处理牛肉,将牛肉切成五毫米厚的大片,放入大碗,加适量淀粉,盐,胡椒碎,生抽,蚝油,一些皮线豆瓣酱的红油拌匀腌制十分钟,再放入打好的米粉,用手充分抓拌均匀。 接着将牛肉马入蒸笼,蒸笼的底部我没有铺蒸笼布,而是铺的荷叶。 蒸锅里多倒一些水,大火煮开后掉成中火,放入蒸锅盖盖子蒸六十分钟即可,中途加水即的加热水。 蒸好后,在蒸肉上淋上蒜泥,红油,喜欢重口的可以再撒些辣椒面,花椒碎,再点缀上小葱和香菜就可以享用了。 着了饭水,终于还有零泻,红油的红油就魚片,因此� н sind甚至。 多且这种光颯 abord division表现员,索炼二,快点赔均匀AUC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